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给大家聊的是iPhoneOS14还有iPadOS14 现在录制这期视频的时间是23号早上的5点钟 我们也是刚刚把这两个开发版式更新完毕 真的是更了好长时间啊 这次呢亮点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呢大招在后头 不可观点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 这次的更新是非常非常的彻底 包括它的iPad还有就是TV还有Watch 还有就是一个大招 也就是它自己的芯片 就是一整套吧 从头到尾全部都更新了 但是呢在软件方面 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iOS14 这期视频呢我们就减重点 就不一一跟大家罗列了 你可以去我们的公众号 有非常详细的文章供你查看 这期在iOS14这个手机端啊 我们跟大家说三个 也是它这次最主要的三个亮点 第一个呢就是小组件 这个其实曝光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我们也是更新完毕啊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是iOS14呢 一个beta版也是第一个版本 所以说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bug 就跟我们当时体验这个MIUI 12 那个是一样的啊 其实呢它就是安卓上的那个小组件的一个延伸 而且呢这个可玩性呢可能还没有那么高 就是它的这个形状呢都是已经给你固定好了的 你如果滑到负一屏的话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小组件的这些功能了 其实还是非常详细的啊 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留在这里的 它还没有翻译过来的这个日历这个功能 还有就是使用的这个时间 我们把电量还有就是天气已经做成小组件 然后移动到了你的整个这个页面里边 它是可以自由的进行调动的 就是你可以 哎呦你看还是有bug啊 进行这种移动 就是非常自由 你可以把它任意移动到位置 然后这边呢我们有这个天气 还有就是这个Siri建议也是一个小组件 就是不同的软件呢 它可以定制自己的小组件 现在啊我们体验的这个β版里面呢 还都是它自己的 比如说天气的这个小组件 还有就是电池这个小组件 比如说后面的这个微博微信 它肯定也会添加自己的小组件 然后进行一些一级的应用 这个小组件的意义其实就是 我不点开应用 但是呢我可以展示更多的 一级的内容在里面 比如说微博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可能比如说它这个 把前三个热搜就给你放在上面 你不用打开微博 我就知道今天的前三个热搜是什么 它这个小组件呢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叠加 比如说现在这个占用了 两个方块形的这个位置啊 你上下进行滑动的时候 它是像这个标签页一样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相册 然后最近打开的项目 这个应该是天气啊 只不过是有bug 它没有刷出来 而这个智能堆叠呢 它还有一个更加智能的一个点 就是它根据时间的不同 然后自动给你显示 就是第一级的这个应用 比如说晚上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你今天健身情况怎么样 然后早上的时候告诉你 今天天气怎么样 就是第一级显示 它会AI自动识别进行改变 我觉得在手机端 感知最强 就是最直观的一个更新了 就是这个小组件这个功能 而且后期的这个口玩性呢 也比较高 不过这个安卓用户可能想 就这 安卓这边确实已经非常长时间了 不过对于iPhone来说 它这个对于全线把控的这么死来说 这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革了 本视频由小白油品APP独家赞助播出 谁说买二手没保障 买精品二手机上小白油品 三天物流退货 180天保修 官航正品价格公道 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 小白油品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APP library 也就是一个 你看已经滑出来了 就是APP资源库 也就是一个自动整理的这个功能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长按这个屏幕 OK 它会显示出来一个加号 这个加号呢 就是添加小组件的这个地方 这个跟这个安卓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我点击下边的这几个小的这个标签栏 它就会变成一个类碎iPad那种后台 然后把这个两个勾选上 点击完成 OK 它就显示出来了 就是刚才我这个整理好的一些应用 它就变成这个一级的了 好 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现在它是这样的对吧 然后我点击 然后把这两个勾掉 这样一级 它就不会显示这两个页面了 它会自动帮你收集在一起 比如这两个页面里 你都可以放不常用的一些APP 来节省你的桌面这个空间 然后点击完成 然后你从旁边向另一话 它又出来了 就是它已经把你自动的归好类 比如说游戏它可以自动归到一类 然后还有一些效率娱乐 social就是社交的一些APP 常用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微博刚才我们打开了好几次 发了几个微博了 它就会变成这个大号了 但只会我一直没有打开 它就变成小号了 就是把这个第一级 你常用的这个应用 都放到前面来 这个对于一些APP整理懒癌来说 就像我这样的 就是经常就下载了 几十个APP 大家可以走一边弹幕 你现在的手机里边有多少个APP 这也算是这次iOS14感知比较强的一个功能了 OK 第三个功能呢 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法给大家演示 也就是APP Clips 这个功能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苹果官方自己出的一个小程序功能 因为它不需要你去商店里边下载什么APP 就不用打开这个APP Store 这个下载啊 点击啊 然后再注册再安装啊 都不需要 你只需要扫它的码 这个码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非常像这个 就是这个微信小程序的那个码 然后呢 或者说用IFC直接一碰 然后自动就这个识别了 这个其实应用场景 你现在想一下还是非常多的 打个比方 那比如说楼下这个自动贩卖机 我不需要再去点开微信 我这时候点开支付宝再去扫码 然后再去付款 然后再去选择 然后让它调出来 我只需要一碰 然后一点一选 然后用这个Apple Pay直接一步支付 这个就不需要打开一个应用 然后它更加的便捷了一些 还有就是这个直接扫这个车 或者说开这个共享汽车 我也只需要NFC 然后一碰 然后自动就识别我的身份 因为它可以自动用你的这个钥匙串 就是苹果的这个钥匙串 自动识别 然后你就可以骑车 你就可以开车了 你想想这个场景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但是实际落地感知怎么样 这个还真要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可以想一下 当时这个Apple Pay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苹果支付 哇非常方便 是吧 直接对着这个Post机 叮一下 然后就可以直接 这个支付完成了 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现在 你想一想 你日常支付里边 用哪个支付的比较多 大家可以走起来弹幕 你是支付网比较多 还是微信比较多 还是Apple Pay比较多 还是云闪付比较多 是吧 相信大家肯定还是支付网和微信都比较多的 苹果自己的这个小程序 其实未来的这个布局呢 战略性意义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这么说 不管是这个小程序的码 还是这个支付的码 都是扫码 这一步来这个进行支付也好 来进行识别也好 那么颠覆这个交互方式呢 下一代交互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很多人其实都觉得是IFC 包括我自己 我也觉得是IFC 因为一碰 我不需要任何识别 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操作 最符合人的直觉 是吧 叮 就可以识别了 就可以支付了 就可以进行认证了 那么它会不会在未来颠覆掉这个扫码呢 其实IFC真的是一个非常使用的一个功能 而且它有U1芯片 它可以进行这个车辆的一个识别 这次它也公布了 是这个2021年的宝马5系 然后还有就是福特的一些汽车呢 会用它的这个识别的IFC的这个功能 反正我现在手机有了 iOS14我也有了 就差一宝马540i了 OK 下面呢咱们来说一下这个iPadOS 这个我也是早早的就摆在这了 其实iPadOS来说呢 更新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我在这儿呢 给大家演示了两个比较这个直接的功能 其实它都是跟这个比是相关的 首先它也是支持了桌面的一个小组件 不过这个我们可能是有一些bug还是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些重叠的 我长按的时候它可以移出小组件 然后你也能看到这个iPad的这个电量 还有就是我这支笔的这个电量 然后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地图啊 然后一些别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小组件呢 也都显示出来了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点 也是和iPhone和iPad都比较像的 这次这个笔呢 其实我是让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 在看这次WFDC的时候 第一个哇哇这个非常厉害 一个点 这是什么呢 就是全场景的智能识别 比如说现在我们打开备忘录 你可以随便的写 随便的画这个非常正常 是吧 但是我现在画一个正方形 我停顿一下 哎呀 哎没饭车 哈哈没饭车 再画一个 哎呀 它识别成一个这个对话框 那个形状了 我再画一个 哎 它会识别成一个三角形 如果你是一个草图师 或者说是一个设计师的话 你看到这个功能 应该会眼前一亮 对于一些产品 做这个原型设计的时候 这个灵感一来 马上就拿起笔来 开始来操作 开始来画 就是非常方便的 还有就是不同语言的这个智能识别 这个功能也是非常实用的 好 现在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 然后我在对话框里边 我直接在这写字都可以 位 是吧 它识别成了位 但是呢 我画一个W 我不用切换输入法 它就能识别成W 就是我中英文不需要切换 我直接拿笔 直接在要这个填写内容的地方 直接写 它就会直接识别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就是因为它可以通过AI来自动的这个识别 就是全场景的 任何需要输入内容的地方 都可以直接用笔 有些人呢 他就喜欢这支笔 他不喜欢用这个收纸来操作 也不喜欢用键盘来操作 那么就意味着你 全程都可以拿着这支笔来进行输入了 这个就是在输入的操作逻辑和戒指上呢 又给你一种选择 然后AppleOS上呢 其实更新的并不多 然后还有就是TVOS 这个有这个新的剧集啊 这个就不再多说了 为什么说这次是实在以后最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为了来迎接 苹果自己的基于ARM架构的处理器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啊 这个我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ARM架构跟这个X86架构 现在的这个苹果的桌面端 比如说它的所有的笔记本系列的这个产品 都是基于X86架构的 也就是英特尔的啊 咱们可以说是英特尔的一个标准啊 但是呢 它基于ARM架构自己开发的这个芯片呢 就是另外一种语言 把它理解为这个ARM架构是英语 然后X86架构是汉语 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呢 是没法进行交流的 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什么 这个指令级或者说语言的这个翻译啊 但是呢 它的效率呢 肯定是比较低的 当然啊 这个底层架构的这个改变呢 也会面临很多问题 这个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 它短期之内改不了 这个苹果呢 也给出了一个时间段吧 就是将会用两年的时间 来去这个逐渐的 把这个之前X86架构的 就比如英特尔这个芯片 来换成自己的 基于ARM架构的一个新芯片 不过这次发布会上 它并没有公布 它新芯片的这个名字 这个硬件呢 它也只是用H2Z呢 来演示了一下 据说是今年年底的时候 应该会有基于 苹果自己自研桌面级芯片的 这个硬件发布 应该就是笔记本电脑的这个产品 这个我也是非常期待啊 咱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这个利弊 这个弊端呢 还有一个弊端就是 这个就意味着 你黑苹果黑不了了 就意味着你双系统装不了了 因为它的两个指令机 就从底层完全都不一样了 然后优势是什么呢 这个刚才咱们说了一点 就是从上到下全部都握在手里面 还有就是 我完全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迭代节奏 大家都知道这个A12或者说 这个A11芯片它非常强大 A13这个芯片都非常强大 那么都是它自己可以来 根据我自己的这个软硬件的产品 来进行优化 就我可以软硬件达到一个 还有功耗 最重要的就是功耗 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优良的一个水平 这个就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 这次在这个发布会上呢 有一个场景 其实非常震撼到我们啊 如果你是设计工作者 如果你是3D的工作者 一定还是比较激动的 就是它仅仅用了一个A12Z的处理器 放到了一个桌面端 它就可以非常好的来剪辑 三条4K分辨率的素材 而且非常流畅 它现场已经演示了 它仅仅是一个A12Z 是一个iPad上的一个处理器 所以说你的下一台电脑 真的在未来 就不一定是电脑了 真的是iPad了 对于这个普通用户来说呢 还有一个非常你 或者说你第一个能够感知到的点 那就是以后在苹果的笔记本上面 你可以直接来使用iPadOS和iPhone 就是iOS的这个产品了 就是这个软件 而且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呢 对于苹果的这种行为呢 可能还起到一点煽动性的作用 因为之前大家都好好的是吧 都有这个英特尔的 是吧 i9 i7的这个处理器 X86架构都没有问题 但是苹果现在自己一家 哎我不管你们了 我要翻水了 我要走了 这个我要自己玩自己的了 那么其他厂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呢 这还真说不定 这件事是这次发布会 应该来说最重要 最让人激动的一件事了 当然它需要一些时间 这个时间可能两年 可能三年 可能五年 但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改变 对于格局的变化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OK 这次的全家统呢 我们就先跟大家体验到这儿 这个后续呢 包括MacOS那边呢 我们再持续的 在这个B站和微博上呢 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 持续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说一下时间 这个iPhoneOS和iPadOS 然后还有WatchOS呢 肯定都要等到秋季 这个苹果的新品发布会 新的iPhone12发布了之后 才会这个换上 才会更新 阿姆架构它自己的这个 专面级的芯片呢 要到今年年底才会上 最后呢 我们再强烈建议大家一下 鼓励机千万不要随便升 现在的bug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OK 更多内容和精彩 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B站 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 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每日新鲜资讯 每日云 每天我们在那儿和大家聊天 不客观真题 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普通用户 千万不要自己瞎折腾 最好有两台iPhone 自己再升一个